白衣男子緩步前進 靠近女騎士身邊 突然神手一抓 竟然拔走外送員的機車鑰匙 雙方爆發拉扯 外送員想拿回鑰匙 怎麼知道這名男子隨手一人 直接把鑰匙丟到鐵皮屋頂 女外送員趕緊拿起手機要報警 白衣男突然又繞到了另外一側搶手機 隨後猛力一甩 整個手機噴飛到對面的街頭 誇張行徑還不只這樣 當時這名男子攻擊完女外送員後 事隔一個小時步行 來到這個街口又再度襲擊 另外一名外送員 如果是我知道的那一個 同一個人的話 就覺得還好 滿正常的 真的 因為他平常就不正常 隨機攻擊事件發生在新北泰山區 21號晚上11點 歹徒都是鎖定外送員攻擊 先是在明治路二段跟中華街口 攻擊一名女外送員還摔爛手機 之後來到泰林路二段 襲擊另外一名男外送員 手法如出一側 都是搶鑰匙砸手機 我手不及就整個嚇到 我想說是 以為是同事在開玩笑 把手機拿走 結果轉過身來看一個 認識的 整個傻眼 犯險情緒躁動 未防止再犯 顧陪桶 其就醫 案件再行 移送地檢署偵犯 整個手機被蓋碎裂成 移送法辦 記者林俊鋒 蔡秉鴻 新北三文報導